为了短命的姐姐幸福决定代嫁给大反派 不料这哪是牺牲啊 这是上天恩赐的青春小奶狗啊 不仅宠妻满籍 整个过程中还带着一种初恋感 这就是小猪和小白菜的爱情故事吗 帝国只有三个公爵家族 生在瓦雷斯家族的双胞胎自然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 可惜的是这对姐妹并没有健康的身体 小说中双胞胎活不过21岁 特别是姐姐身体更为不堪 这本小说也陪伴了上一世不而绝症的 她度过人生最后一秒 庆幸的是上天给了她第二人生 穿成双胞胎中的妹妹凌杰 虽然身体脆弱不堪只能常常窝在室内 但每天家人都会来陪她 特别是姐姐凌可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亲情 而且凌可还每天都会跟她分享关于男主意下的事 一个偶遇 热情的问候 得来冷漠的回忆 都能让作为姐姐的凌可一脸花痴心动不已 虽然凌杰听闻有点无语 但她总会认真做个倾听者 因为她总觉得上天给她这次机会 可能就是让她完成上一世去世 前想帮小说中的林可做点什么的愿望 看着姐姐对一下想念羞羞瑟瑟瑟的样子 觉得很可爱 挖一下殿下穿斗篷真的好帅好帅 一下是克雷曼帝国的大皇子 文学十分了得 十年高考三年模拟随手就来 而且还是帝国的时尚标杆 只要是她穿过带过的衣服饰品 无疑不成帝国报款 可谓是功不应求 可林可的欣喜没过多久 又得知父亲想让她嫁给二皇子赫尔 当然深知剧情的林杰也知道这个人 传闻嗜血残忍书中大反派的二皇子赫尔 正因为帝国文明无人敢搭讪的他 让现今皇帝十分忧心才安排的婚事 林杰知道这婚事不会成 而且还会给家里带来伤害 因为援助中将年满二十病弱的林可决定 与男主一下私门 可悲的是幸福太过于短暂 最终因心脏骤停而结束一声 林杰忽然笃定道 没事的那都是传言而已 因为他决定为了姐姐的幸福 替姐姐出嫁 于是不久后他禁止闯进父亲的会客厅 父亲 我要和赫尔皇子结婚 猛逼的瓦雷斯一片寂静 瓦雷斯反应过来汗言 你突然说什么呢 随即林杰直接一脸娇羞 我对赫尔皇子一见钟情了 瓦雷斯听得一愣一愣的 林杰见没回应当即加戏 还借用了林可花痴的表达 赫尔殿下披着斗篷的样子真的太帅了 如果姐妹中一定要有一个人 嫁给赫尔殿下的话 就让我去吧 林杰我希望你知道 我不是因为要拥护二皇子 成为太子才促成婚事的 林杰当然知道这是皇命 但他就是想要姐姐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我知道了 原有以后再告诉你先回去吧 好的父亲 看来我成功了 瓦雷斯带林杰走后叹了口气 如我女儿林杰所言 他想嫁给你 你一下如何 同时窗帘后竟走出一个年轻身影 居然就是赫尔二皇子 赫尔也没想到自己会碰到这一幕 原本只是父皇强行塞给他的政治联姻 战场上嗜血声名远扬的他 其他小姐们见到他就怕得不行 甚至因此从小到大未谈过一次恋爱 刚才他原本正与瓦雷斯公爵有密室相伤 为了保密躲了起来 却不曾想居然有人会对他一见钟情 对他好像没有一丝害怕 还说他披着斗篷的样子太帅了 回想到这 赫尔忽然粉红泡泡直接上头 一想不到的话语脱口而出 我觉得无妨 刚回到房间的林杰觉得自己憔悴的不行 想不到自己身体居然这么病弱 明明只是从房间走到父亲书房一个来回 身体这么菜以后怎么办 其实他的父亲瓦雷斯一直是两个女儿为珍宝 俩女儿像极了去世的妻子 而且瓦雷斯觉得女儿的先天不足是自己的问题 找遍天下名医灵丹妙药都毫无办法 他渐渐感到绝望 只想让女儿们在剩下的日子能幸福自在 而林杰知道还有一个解法 原住中男主来到女主坟前叹息道 林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皇宫密库一定会有救你的办法呀 这也成为读者的他痛点所在 五百年前因为人类之间的贪婪欲望战火连天牺牲无数 传说中的银龙叹息不已决定介入人间纷争 不单停息了战火而且建立了克雷曼帝国 而无数珍宝就储存在皇宫密库 但能进入密库的只有皇室直系血脉 并且要得到克雷曼帝国开国君主银龙的许可 想要进入的话 方法只有嫁给皇室直系血脉 并且得到其认可才能见到银龙君主 但这一切在灵结看来希望微乎其微 况且表白也只是为了姐姐的幸福吧 忽然灵结发现自己小腿上 无缘无故有个瘀青的地方 刚想仔细看看 银可却闯了进来直呼 灵结这是怎么回事 你要和赫尔殿下结婚吗 刚准备解释准备好的说辞 灵可就一把抱住了他 姐姐你应该也知道自己可能活不过21岁吧 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自己想要的 不然太遗憾了 灵可有点慌了 但你也不能嫁给赫尔殿下呀 他可是传闻中的杀人狂 其实我早就对赫尔殿下一见钟情了 顿时脑海中浮出他未穿越过来 前缘灵结的回忆 站在高处观望皇室的归来 甚至灵可说的话都清晰无比 可这明明是不属于他的记忆 就在他错愕不已时 灵可让他回了神 两姐妹就这样聊到了深夜 两人相依进入梦乡 灵结迷糊中听见了抽气的声音 灵可抽噎着 我真的好想活下去 灵结何曾不想 他更想和姐姐两人能幸福地找到另一半 一起和父亲开开心心地过完这一生 另一边赫尔回想起灵结说他批斗篷很帅 顿时想起前不久 他哥哥一下向他展示过新品斗篷 当即下令格特 我要一下那件最顶级的斗篷 等等 殿下说的是大皇子的斗篷吗 第二天一大早 灵结就被仆人告知殿下来了 赶来会客听得他累得全身颤抖虚的不行 但一进门就愣住了 他真的是赫尔皇子吗 是天使下凡吧 灵结小姐你好 我是你的未婚夫赫尔克雷曼 灵结也反应过来 初次见面 我是灵结瓦雷斯 随即却看到赫尔有点不自在的模样 他总是不自觉地拍洒着斗篷 就好像沾了什么灰尘一般 灵结不禁感叹殿下宁披着斗篷真帅气 赫尔听闻煞时露出小奶狗般的微笑 灵结见状顿时红了脸 甚至想多看看赫尔微笑的样子 一番交谈后 得知赫尔觉得未见过面就结婚有点过分 所以亲自打了过来 不一会灵结心里就乱成一团 这不是反派吗 怎么不但笑容那么可爱 还心思细腻绅士的不行 难道就连斗篷也是特地穿过来的吗 殿下宁那华丽的斗篷皱起来了 赫尔听闻慌忙寻找百梦 灵结还在一边对他的衣品赞叹不拒 惹得赫尔娇羞转过头去 我的天啊 好可爱 轻微的笑声更是让赫尔不知所措 灵结都要被萌化了 这哪是什么大反派 简直可爱小奶狗 小姐 你不怕我吗 灵结毫不犹豫脱口而出 当然不怕呀 反而觉得你有些可爱 赫尔听闻煞时闪闪发光 你果然对我一见 算了下次我们再聊 除了斗篷 我身上还有什么让你欣赏的地方吗 灵结顿时陷入思索 眼神不断在赫尔周身游走 最后停留在那挺拔坚韧的胸膛 一个胸子就这样脱口而出 时间飞缩 另一边一下正在逼问高定里夫老板 是谁拿走了他的披肤 什么 我弟弟还抢了我的那件衣服 晚上灵结正与姐姐林可分享赫尔的可爱 林可汗言 你说杀人狂赫尔殿下可爱吗 灵结回想早上赫尔那宛如天使般的颜值 下一秒竟直接留下鲜红的鼻涕 吓得林可目瞪狗呆 当即就要去找医生给妹妹探探 我该怎么解释 这不是因为不舒服才留的 哈哈好尴尬 话说他应该不会听到我说的那个字吧 我应该圆回来了 毕竟说了胸口露出的衬衫领扣 对对对 我圆得很好 但很快他就尴尬的能扣出大别墅 赫尔何止是听到了 甚至堪称能听到他的心声 灵结不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真的好好看 胡思乱想的他小腿忽然脱离 还好一边强而有力的手瞬息抱住 还好吗 没有受伤吧 灵结反应过来准备道谢 刻画到嘴边却变了 近距离的赫尔不单更加耐看 怎么就突然有一种被攻略的感觉 谢这里是 这里不会是天堂吧 赫尔猛了什么天堂 灵结毫无忌讳道 近距离欣赏名帅气的容颜 真让人头晕目眩 下一刻两个人都猛了 近得可怕 我是疯了吗 我怎么能说出这些虎狼之词 而赫尔煞世换了画风 这样的吗 随即猛然凑近 那现在呢 你觉得还是吗 灵结心里早已小鹿猛撞 你帅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都依你 随即居然直接上手 我不知道对别人来说是什么 但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你是天使吗 赫尔没想到会这么直接 你性格原本就这么坦率的吗 若别人真心待我 我便坦诚以待 赫尔听得一愣一愣的 随即有点娇羞到 是我小瞧了你的城 顿时身旁不远处草丛传来声音 灵结察觉好像有人在偷听 当即找借口想换的地方 便说走不动 不料赫尔直接变成小狼狗 竟直接抱起灵结 是身体不舒服吗 灵结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有人 或者那人是谁便想转移话 殿下 您的怀抱好温暖 我好喜欢 你真的喜欢吗 对啊 那能再说一次吗 灵结更是直言不讳 我好喜欢你的怀抱 赫尔听闻心里 顿时被不知名的暖意填埋 之后不知去哪 灵结便带赫尔回到房间聊天 小狼狗顿时便回小奶狗 粉红泡泡直冲天灵带 灵结看着赫尔手足无措的样子 心里都要爆灯了 要不我直接把殿下保了吧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今天你看到我感觉如何 灵结没想到一个皇子 居然对自己的光厚感如此之重 不受控制的再看了两眼 静音般悄悄吞咽了一下 简直太帅了 而且看起来舒适自然 风格上更是不识前卫 显得你更加英俊潇洒了 彩虹大炮轰的赫尔轻笑出生 那除此以外还有哪里比较帅气 灵结是到如此索性不装了 视角直飞 一个腿自飞了出口 赫尔顿时起身我知道了 灵结以为自己太直白吓着他 原来是赫尔与家人有约准备离开了 灵结有点尴尬的道别 心里顿时有点失落 殿下路上小心 谢谢您答应我的请求 不料小狼狗又出没 温柔的手给灵结上演着摸头杀 这反将军的镜头把灵结都弄猛了 顿时不服班使坏道 那下次您会穿凸显你腿型的衣服吗 当然 我愿意满足小姐的期待 那么下次再见吧 粉红泡泡顿时再次上冲 原本为了姐姐幸福牺牲自己的他 此时正被一个小奶狗不断征服 甚至开始喜欢上了他 两姐妹下午茶的时候 林可告知时尚圈八卦 赫尔殿下抢着买走的哥哥一下的斗篷 还有一件衣服 灵结听闻多猛啊 抢着买走的吗 煞世一幕幕帅气的身影冲洒整个脑海 难道都是因为我说的话吗 顿时脸红扑扑的 呀呀呀我都不知道自己说话这么有份量 另一边皇宫 他是现今皇帝德塔克雷曼 你觉得自己未来的妻子怎样 他似乎很喜欢我 而且还说对我一见钟情 皇帝德塔听闻惊讶到 对你一见钟情 这位小姐不一般啊 一句话把皇后和大皇子都笑喷烦了 赫尔心里不满道 有你这样对儿子说话的吗 经过父亲的询问 赫尔脑海中就不断漂浮出灵结的身影 每一次对他说的喜欢都历历在目 皇后安杰见到自己儿子都响如飞飞闪发光不惊询问 这位小姐有说过喜欢你哪里吗 赫尔当即一本正经 她喜欢我的脸 迎来却是家人正经 她又接着道还有 随即赫尔视线看向自己的腿 三人思绪顿时飞向宇宙 现在的年轻人进展速度是要上天啊 皇帝德塔煞时有点尴尬道 你身体健全是好是呵呵 赫尔一连猛 皇后安杰有些不安道 如果这位小姐只在湖外冒动的话 话因为洛赫尔就接过话茬 我也知道 但说不定世上除了他不会有人喜欢我 看来我们需要尽快邀请这位小姐来共进晚餐了 用餐过后 准备离开的一下却深感阴风阵阵 赫尔你静悄悄跟着我到底想干嘛 赫尔一言不发丁的一下全身发毛 原来赫尔盯上的是哥哥的衣服 看着对腿形展露无疑的射击 心里决定让手下格特这次把哥哥裤子给抢了 留下一脸猛的一下原地发表 臭小子还是这么没礼貌 话说瓦雷斯公爵家有两位千金 他喜欢的是哪一位来着 跟我经常打招呼的那位好像是叫凌杰 不久后瓦雷斯就收到了皇帝对女儿的晚餐邀请 凌杰都没想到进展这么快了 见两面就要见公婆 这速度堪比上天啊 瓦雷斯情绪低落到 我本想帮你争取多点时间 但皇室那边想你们尽快完婚 凌杰不明所以 您为什么想我晚点结婚 原来瓦雷斯根本不想为难自己女儿 一番解释后 凌杰知道父亲对他们的爱从头到尾一直没脸 对于皇室 父亲肯定心如刀脚吧 父亲不必担心 我很喜欢赫尔殿下 一幕幕帅气的容颜闪下脑海 但在凌杰看过的原著中 赫尔成为皇太子后 就是黑化的开始 一句你不会已经深陷赫尔殿下颜值中无法自拔了吧 让凌杰惊醒灰神 更是直呼 父亲你是怎么知道的 逗得瓦雷斯哈哈大笑 没必要一惊一乍 我的女儿我还不知道吗 更何况赫尔殿下确实英俊潇洒 凌杰煞是黑线缠身 呵呵差点忘了凌杰本来就有眼狗的标签 虽然我也是 事实也的确如此 英勇牺牲的她早已被赫尔小奶狗侵占了内心 为父亲打扮的她从早上就一直忙到黄昏才终于准备就绪 这是一旁凌可好奇道 你给赫尔殿下准备了什么礼物 凌杰兴致顿时尚冲 介绍准备好的西域精油 脑海中早已响入菲菲 连她家人的份我都准备了 凌可无奈笑出声 你这小算盘都打在脸上 注意安全万事小心 我在家等你回来 一段嘱咐后凌杰出发了 解控的她一想到凌可要自己吃饭自己在家 心里就决定要快点回来陪姐姐 在路途中凌杰一直在想赫尔黑话的过程 明明原著中赫尔虽然和她不爱的人结婚 但还是决定和妻子凌可幸福生活下去 终是想起了重点 那就是对感情毫无经验的赫尔 只能向她最信任的属下格特求助 格特虽然忠心耿耿 但真的是好心做坏事 只能说一个敢说一个敢听 酿成的悲剧 格特也可以说是元凶之一 我该怎么扭转剧情呢 不久后一座华丽的宫殿展现在眼前 但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我走错了吗 仆人敏一见状就去找人 凌杰一人在寒风中总感觉阴神神的 顿时不远处乌鸦的一声泥叫 吓得凌杰后退同时被自己里和半岛失去了平衡 疼得凌杰颤抖着小手 却不知不远处走来的一人 还一脸哭唧唧的样子 别让我捉住你臭乌鸦 身旁传来扑斥笑声 凌杰才发现来人 不好意思 你还好吗 凌杰尴尬一笑没事呵呵 不过凌杰看见如此熟悉的衣服就猜出了来人 一番了解过后 一下为自己的无礼再次抱歉 需要我帮你教御医吗 凌杰见一下没有自我介绍的意思 他便跳过话题尴尬到不用 不用感到尴尬 我也经常磕磕碰碰的 甚至坐下来美称怕凌杰自己哭太孤独 凌杰也调笑到你一直待在这也无妨 第一次见面的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凌杰心想不愧是姐姐喜欢的人 不但人帅温柔还很善良 不久后凯旋而归的米尼呼喊引起了他们注意 凌杰赶忙招手我在这里 与此同时一下也准备离开了 待会见凌杰小姐 米尼赶过来看见脏兮兮的小主子就紧张得不行 一番周折终于开场 凌杰毫无怯场 优雅端庄尽显无遗 感谢你应邀而来 听到赫尔提过你之后 我们就特别想见脑面 不怯场的他顿时就猛了 这表情是不是有点不对 不会是赫尔什么都说了吧 不至于吧 不禁瞄了两眼 应该不会对吧 谁知紧紧一眼就让未婚夫粉红泡泡冲到一根 凌杰都快要被萌化了 我是一下克雷曼 你好凌杰小姐 凌杰见一下装作初次见面 也只好同场作戏 谁知小狼狗顿时粗意上头 我更欢迎凌杰小姐好吧 凌杰感冒安抚 能再次见到赫尔殿下我非常开心 小奶狗顿时被粉红泡泡包围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坦率 凌杰小姐请坐吧 凌杰感冒恭敬行礼后入座 一番家常客套后 皇帝得塔终是忍不住 听说你是看中赫尔的相貌 才决定和他结婚的 凌杰顿时被呛的支盆 赫尔见状就急了仅仅两秒 就火速到达现场 哪里不舒服吗 凌杰此时心如死灰 店殿下难道您跟家人都抖抖抖抖 谁知迎来的是一脸 这有什么妈的表情 凌杰小姐不必慌张 我也很喜欢坦率的人 依下更是添油加醋 我也绝对尊重你的癖好 但不能碰我 羞的凌杰真想拿眼神将他瞪晕 可惜没有霸气 下一秒一边熟悉的手挡住其视线 你不要一直盯着他看 转眼看去小奶狗一脸满满的醋语 虽然看起来有点凶 但凌杰心里都开出了花 德塔也是乐见其成 看来你们颇为恩爱啊 多谢陛下 我也很喜欢你的坦率 但并不是因为赫尔找得像我哈哈哈哈 话风一转 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小姐 你是不是只在乎他的外表 凌杰顿时汗颜 这印象我一定要扭转过来 陛下 常言中有一句外貌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赫尔殿下身经百战战无不胜 从而磨练出不怒自威的气势 这也导致很多人看不见真正的他 甚至害怕他 但在我的心中不止如此 心思细腻地为他人着想 还有一颗如同孩童般纯粹的心蕊 甚至对并落的我十分温柔呵护 他的关怀就好像在我世界里的阳光 温柔且耀眼 我通过赫尔殿下的外貌 看到了那颗纯粹无瑕的心 一番演讲直接让皇帝皇后认同且认为自己 一下更是黑线缠身这么夸张的吗 这般温柔呵护 又那般纯粹无瑕我怎能不爱 对吗赫尔殿下 赫尔别说粉红泡泡了 直接变番茄了 皇后都感动得自叹不如 想不到小姐比我还要了解赫尔这个孩子 皇帝得他感冒安慰 之后又一番其乐融融的日常 这期间林杰无意扫了一眼一下 却看到了他看似失落的神情 用餐过后 赫尔怕林杰再次受伤 便直接公主抱了出来 没想到你还给我家人准备了礼物 谢谢你 不过下次给我准备就好 看着这小表情 林杰都想再气消脸拨上一口 你真的对我很满意吗 我不擅长交际 更不会和女人打交道 还有我的直率 有时候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还要上战场 你真的不介意吗 林杰似乎想都不用想 正因为你不擅长 所以你对我无比细心 坦诚代表不会说谎 战场是你的舞台 我一样会支持 也正因如此你才会珍惜 我们之间的每分每秒 不过你要答应我平平安安地回来好吗 赫尔听闻不敢自信般轻忽林杰 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这些的人 也是第一个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人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爱 但我现在只想把一切都给你 一句句真诚的话语 不断轻浮着林杰的心 顿时林杰脑海中 闪现出皇室密库的画面 毕竟这关乎这他和姐姐的生命 如果我有钥匙相求你会答应我吗 问我答应你 回答的速度林杰都猛了 你也不问一下什么事吗 我要是让你 话音未落 赫尔微微一笑接过话茬 就算你让我去死 我相信你不会伤害 你我的家人递不得安稳 所以一切都不重要 更何况我在战场上经历生死太多 早已看到了 林杰惊讶不已 明明才见第三次面 疑惑的同时 心里也为他感到心疼 多半秒 小猪嘴就撅起来了 不料小白菜 只是自顾自真诚的 在额头上剥了一下 这样你能明白我的心意吗 林杰听闻却有点急了 直言道您为什么吻额头啊 我都准备好了 当当多好的时机啊 如此冲击的话语 让小奶狗都愣了 随即扑斥一声笑了 没想到未婚妻 比自己车速都快捷 那我下次一定会做到的 送林杰离开后 赫尔叫来格特 你去仔细调查 瓦雷斯公爵家族 重点调查林杰 无论是吃西柱行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全部都要立好任务 不喜欢的要重点画出来 包括昨天他吃了什么 格特都猛啊 殿下您这行为 与跟踪狂没什么两样 不如您直接问林杰小姐吧 不料迎来的是赫尔的呆萌凝视 格特都快扑了 对了 我还要一下的裤子 不久后格特不禁吐槽 林杰小姐到底何方神圣 想着就连殿下的衣着都指指点点 这真的是好人吗 另一边一下来到高定店 正想取定制衣服 不料老板直接道歉 请您惩罚我吧 一下一连猛 一番了解得知又是赫尔弟弟那臭小子 心里差点扭曲 甚至听闻老板漏嘴 说出赫尔原配并不是林杰的事 他顿时来了兴致 你仔细给我说说 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而一日的林杰从回到家就疲惫的不行 特别是那尴尬的摔跤 让他身体更加难受 还好有敏意陪他眼狗血去消磨着卧床时光 但原本该好好休息的时间 却有客人来探望他 顿时脑海飞险赫尔的声音 难道他来了 房门被打开瞬间就喊了赫尔殿下 不好意思林杰小姐让你失望了 来人居然是一下 林杰也只好尴尬问好 忽然一下愣了 林杰身上怎么会有瘀青 你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林杰听闻一脸猛什么什么日子 连接待事都去不了 你身体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就因为昨天摔了一跤所以 不会刚哭完吧 你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爱哭包 那就好 突然而来的摸头杀林杰都愣了 一下殿下 我还没洗头 我就说怎么会有一补味 哪有那么夸张啊 话说最近老有人抢我的衣服 林杰脑海煞时想起心心念念的赫尔 还有昨晚一下的着装 您说赫尔殿下吗 我还以为你们兄弟感情好才穿一样的衣服 一下听闻顿时毛骨悚然 你别说这么可怕的话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听说赫尔的联姻对象原本不是你 林杰听闻就尬住了 一时忍不住咳嗽起来 一下赶忙轻拍林杰后背 慢慢吐气别挤 巧得不能再巧得是刚好林可来了 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和妹妹 类似亲近的一幕 把林杰都吓一跳咳嗽都停了 怎怎么会这样 林杰想解释 可林可根本不给机会离开了房间 一下却好像毫不在意 林杰你在公爵家过的幸福吗 林杰听闻又猛了 还有林可小姐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伤心 林杰煞时抓狂起来 心里内喊还不是因为你是我姐姐的小心丹啊 殿下你为什么要问我幸不幸福的问题 我看到了你肩膀上的瘀青 你不会被虐待了吧 然后林可小姐不喜欢赫尔 强迫你带齐联姻 结果你不听话就被 林杰越听越猛 当回神时差点爆粗 这什么跟什么呀 你怎么不去做狗血编剧啊 当即疯狂夸赞父亲的爱 这根本不可能受虐待好吗 不料一下根本不信 而且还各种脑补 别说谎啊 那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被善待的样子 就连灰音都是被迫了 我现在才知道 A为你的脑子给我停了 死机也好啊 别闹了 我应该早就明白 怎么会有人喜欢我弟弟 怎么会有人喜欢一个好战狂 依下脑海中浮想起以前被欺凌的画面 我可以帮你的 只要你对我坦诚 呵呵 我谢谢你 要不你帮我跟姐姐解释好不好 呵呵呵呵 我真的没事殿下 依下挠不过头叹了口气 居然到现在还想维护家人吗 除非你拿出证据 不然我是不会信的 如果你需要帮助对我说就好 我先回去吧 这算是谱信的一种吗 这该死的误会 米妮刚好赶了回来 米妮快来扶我 我要去找姐姐 好不容易赶到姐姐跟前 林可见状就想逃 姐姐你别走 我费了好大力气态 话音未落就一个喷嚏 才过来的 林可听着林杰的一顿解释 林可埋下头来 我不问原油就生你的气 你不生我气吗 这还用问吗 这种情况下 谁都会有气吧 顿时想起一下那顿狗血脑补 林可听闻多猛啊 说着说着两姐妹 被一下脑补痘的一个猪耳挠塞 一个无奈到一下 殿下的确有点死心眼 死心眼 因为姐姐喜欢一下 所以很懂她吗 这也太厉害了 两姐妹终是解开干大的误会 思虑良久后 为了解开这个误会 我们来一个四方会谈吧 毕日一辆豪华马车 停在了公爵府门口 赫尔好像又来撒狗粮了 本以为会见证一段 初恋感满满的爱情故事 不料作为姐姐的她 居然有另一面 赫尔为了见林杰 早早就来到府门前等候 煞食人味道声音就到了 赫尔殿下 林杰看着赫尔 今天精致的穿搭 再加上呆蒙帅气的脸蛋不行了 赫尔赶忙一把扶住 你哪里不舒服吗 您太帅了 帅得我心跳太快头晕 如果我是被帅打的 您肯定是凶手 虽然我很开心 但我并不想你总开这种玩笑 殿下我今天也特意为您打扮了哟 话落便露出千千细猪蹄 这可是和米妮日夜兼程 讨论出来的小风情细细 不料下一刻就被小白太雍 外套包裹住 米妮你怎么 这里人多眼杂不好 难道你不喜欢这样的吗 难道喜欢端庄典雅类型的吗 赫尔听闻一阵骇念 如果你想给我看的话 私底下给我看就好 在外面不可以 凌桀顿时放下心来 好的殿下 还有我对风格没有什么偏好 只要是你我都喜欢 难道我就算一身乞丐装 你都喜欢吗 喜欢 因为在我心里你是最美的 我的回答是真心的 你喜欢我的回答吗 喜欢 请问殿下这里是天堂吗 赫尔忽然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今天穿的 那个那个裤怎么样 凌桀煞是回神 夸夸神当即上身 殿下今天穿的超帅的 完美的身材搭配上 精致修身的服装 无一步体现出气质帅气的你 简直就是行走的衣甲 每次都能注意到我的用心谢谢 我才要谢谢你 每次都让我大包眼福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凌桀竟毫无避讳 小手一举向我的房间进攻 想奶狗听闻都差点便爆炒翻起了 殿下我们就在府邸门口附近等 我先退下 赫尔应声后 格特便离开 凌桀顿时想起原著中 不懂爱情的格特 是造成赫尔成大反派的元凶 是我太心急了吗 不过也对 比起我的话 他应该更相信跟在身边多年的格特 凌桀还是解释到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的是恋爱的事 还是不要听他的建议比较好 赫尔敏锐察觉凌桀有点失落 觉得自己过了 格特是我的亲信没错 但也如你所说 他对恋爱一窍不动 所以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直接问你 但我希望你不要对我失望 这真的是反派吗 这是天下最大的误会 一段日常温馨后 赫尔忽然让凌桀等一下 轻声缓缓走向门口 迅速开门后 可能是吧 另一边领可房间 还好差点就被发现了 不但这次 花园草丛旁的动静也是他 没想到他们挺合得来太好了 一切都在按计划完美进行 这次一定要成功 无论输出什么代价 我一定要活下去 杰深刻了解到赫尔变成反派的其中缘由 竟因为赫尔的性格和社交能力的问题 看着闷闷不乐的小白菜 小猪都猛了不知如何安慰 就在刚刚赫尔想拉近一点 和凌桀心腹敏尼的关系 静自顾自有趣说着 敏尼长得像面团 小时候就是像面团挥拳修炼的 把敏尼吓个半死 看来小猪还要好好指导一下小白菜呀 时间飞是赫尔准备离开与家人晚餐 两人的手却没有分拍 好像用520年在一起的狗粮 对了殿下 请问您和依下殿下 能和我们两姐妹一起见一面吗 为什么要叫她 灵姐想了想不好说依下的坏话 将来都是一家人 早点培养感情比较好你觉得吗 小白菜小眼一下子就瞪大 好像发现新大路 知道了我的安排 好可爱不对 谢谢殿下 你好好休息 我自己出去就好了 那殿下记得下次穿三件套 你也要记住不要再穿那条裙子了 煞时赫尔眼角看到了熟悉的东西 这不是一下的吗 怎么会在这里 他来这里要干嘛 皇宫晚餐后 回想皇帝提到灵姐时很开心 赫尔就很是欣慰我的眼光果然没错 赫尔我有话对你说 谁知赫尔当作听不见甚至大不留心 你能不能礼貌点 怎么说我也是你哥哥 干嘛有话就说 你身上那条裤子真眼熟啊 你说这个呀 高定店又不是只为你服务的 那你下次要抄我哪套传达呀 不要赫尔直言不会 应该是三件套 一下都差点被气晕 其实我想和你聊聊灵姐小姐的事情 赫尔听闻就来了精神 你知道什么快说 行我一个当哥哥的一点分量都没有呵呵呵 你知道你的原定婚配不是灵姐对吗 赫尔点点头 你不觉得其中很奇怪吗 你说哪里奇怪 你知道灵姐小姐身上有瘀青吗 我觉得灵姐小姐好像被虐待了 一下当即狗血编剧上线 这一切很可能是灵可不愿嫁给你强行安排了灵姐 一下很怀疑灵姐身上的瘀青就是因为反抗得来的 而赫尔很是镇定 因为她知道灵姐不会不告诉她 无论是坦率的一件钟情告白 还是平时的彼此坦诚以待 灵姐是不会瞒着她的 很简单因为她相信灵姐 想着想着自己把自己当番茄煮熟了 一下你明天有时间吗 灵姐两姐妹想和我们一起见一面 一下梅子刚飞出口 赫尔就果断到没有也得用 明不对 还要准备三件套 后天好了 一下无奈硬下 甚至欺负弟弟要趁早的道理 可惜一下从小就打不过吃了天赋的亏 第二天一下来到高定店 却毫无察觉老板的干大不了 那都是新品吗 刚好我要置办一套新的三件套 对对对啊 我刚好准备整理一下摆出来 那太好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就这套吧 今晚一定要把衣服送过来 我明天有重要场合要出席 好地殿下 一下离开后老板汗颜 难难道这是要 下一秒是一间煞尸被拉开 我也要那套葬蓝三件套 注重身体病弱短命的是作为姐姐的她 可现在她竟像没事人般参加各种交际宴会 而作为妹妹的灵结身体却越发病弱 甚至吐血 第二天灵结就收到赫尔的耐心 赫尔告知四方会面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约好一日下午三点来接她 与此同时每日汤药也送了过来 每天都喝着父亲重金求来的补药 却没有一丝健康起来的迹象 但即使如此 灵结还是一饮而尽 应该比不喝要强点吧 为了一日的联谊 灵结甚至趁灵可出去就准备躺下休息一会 但善良的她就算知道姐姐灵可是去参加茶话会 也不会觉得奇怪 甚至羡慕姐姐像没事人一样参加各种活动 想到这灵结狂摇头 我怎么可以极度善良美丽的姐姐 为了转移注意力随口问米妮 你说我什么时候才会健康起来呢 不料一句话就把担心她的人忍忽了 因为她也想小姐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点起色都没有 在米妮的陪伴下 灵结安稳睡了不去 迷糊中却听见米妮的声音 看来这次也不行 什么不行 下一秒再度睁眼的她 却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白色空间 随即看到了让她惊恶的一幕 米妮在不远处痛哭 而躺在那的人 竟是她自己 那是我还是原住中的灵结 不对 原住中过世的应该是姐姐灵可才对 怎么可能 话音未落呼吸混乱的灵结不断咳嗽惊醒过来 原来是梦吗 下一秒反胃的感觉像海浪般吸卷而来 一滩鲜红液体出口而出 我这是怎么了 不久后回来的灵可来到灵结房间 怎么会这样 以前你从来没有吐过的 我很害怕有一天你去一个我去不了的地方 灵结听闻心里很不好受 心想着这就是姐姐经历过的痛苦吗 姐姐我不会去那种地方的 我绝对不会抛架你 如果这是因为我穿梳得来的阴谷 那我代替姐姐吐忌口又如何 别哭了姐姐没事的 灵结你有什么事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灵结听闻感冒安抚 甚至觉得姐姐不担任没且善良 姐姐明天下午有空吗 和两位皇子约好了 可以解开误会的同时 姐姐也可以和新上人见面了 灵可听闻却愣了两秒 随即欣喜到我当然愿意 两人拉勾勾 灵结决定明天大秀姐妹情 让一切误会不攻自破 一日下午 时间未到赫尔却早已匆忙赶来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腰不改 话未说完灵结当即捂住小白菜的嘴巴 没事没事 现在我一点事都没有 为了不让赫尔担心当即转移话里 赫尔殿下您今天的着装真的 太帅了 精细裁剪设计的夹克衬托的您肩膀更为魁梧 修身的设计完美展现出你精细的妖怪 就是差了一步 就是这里解开的话 不料灵可就在这时打开了门 灵结你准备好了吗 娜娜那个不好意思 我晚点再来 灵结尴尬到定型 是误会我在那个那个吗 姐姐无意撞见妹妹在帮别人解密 还好妹妹不介意 当姐姐的自然开启 什么都看不见自我介绍模式 一顿自我介绍后 灵可开始化身神机辅助给灵结各种神助攻 赫尔更是毫无忌讳直说灵结在他心里最好看 逗得灵结脸红扑扑 听到梅赫尔殿下说我更好看 娜娜就当你更好看好了 一顿玩闹后 赫尔却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宜会三人来到离公爵府不远的餐厅 霸气小奶狗更是毫不犹豫包场仅为助行 灵结毫不犹豫请夸夸神上身 就连灵可都被无语到 惹得赫尔又开始自我攻略 下一秒一下轰然到来 赫尔你你你身上穿的是我的衣服 你给我还来 不料下一刻赫尔臭弟弟属性显露无遗 凡事讲究先来后到 人家门店又不是专门为你服务的 不过你今天的搭配很一般啊 这是我第一次不想复制你的穿搭 就在两兄弟掐架的同时 两姐妹不断八卦 姐姐我就觉得他们关系好好你看吧 姐姐等下看我表演 如何解开尴尬的误会 从被误会后 灵结就开始不断脑补原住 两人作为同父异母的兄弟 一下幼年就失去了母亲 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来的他 身边就来了一位家庭教师 而家庭教师就是皇帝的弟弟 外人看来两人关系十分清静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身为侄子的叔叔 居然将自己的无能发泄到侄子的身上 不断的肆意家暴 就连精神上一下也不断受到PUA的洗脑 长久之下一下变得十分敏感与不自信 直到皇后的出现 因为他发现一下只要是更衣或沐浴 从不让人伺候 才发现一下身上的各处于亲 不堪入目的真相点燃了真正皇室的怒火 无药可救的人渣就连死前最后一秒 依然在发泄着心中的无能 还好皇帝夫妇的到来 让处在黑暗的他看见光 但尽管如此 依下还是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消磨 才走出阴影 而依下无意中看到林杰身上瘀青 自己各种脑补 也的确是因为敏感且善良的表现 两位殿下准备闹到什么时候 林杰的声音让他们两项做错事的孩子 看着两人就连打招呼都十分生分 林杰有点猛 这真的是预备CP吗 算了先解决误会吧 请各位听我一言 二话不说掀起袖子 这块瘀青是前天伸懒腰撞到床头留下的 两人听闻都猛了 而肩膀上的瘀青是洗漱时 不小心撞了一下浴缸的嘎嘣脆瘀青产品 而这一切证明我就是个玻璃女孩 恶王一次次悄然招手让他心神为女 再加上那无比真实的梦境 他真的害怕 他自私地想要快点完婚 他想活下去想和爱的人好好过一辈子 就刚刚林杰理智气壮地解释完自身上的瘀青后 依下还是忍不住质疑 但你的婚事不是 不料赫尔当场发飙一下你最好适可而止 再这样下去我的心情会一发不可收拾 依下愣住了 林杰赶忙拉上姐姐说着姐妹之间的好转移注意力 林杰在我心中比我性命都重要 希望您不要误会 依下这才道歉 我知道了是我唐突了 林杰看得出依下只是暂时妥协 毕竟这很容易看出依下那股剧脾气 林杰以后我可以代替林可小姐的 突如其来的拥抱邀请让林杰一愣 你这是要抱我吗 没错 真是的这大庭广众不好搭 嘴里说着身体却很诚实 依下被这尴尬狗粮呛一脸 你们够了 赫尔你抢我那么多衣服 不该对我说些什么话 谁曾想赫尔脑子都不用搏 我喜欢研究模仿自己尊敬的五人招式兵器 而你在一品潮流方面首屈一指 我研究你的穿搭有什么问题吗 林杰听闻都惊呆了 没想到小脑工比自己更不要了 更是看见鼻子翘上天的一下 心里无语道还是小脑工厉害 这是完美避开明抢衣服的核心量 一番愉快谈心过后 依下准备先行离去 林可也用去拿林杰的药为借口先行离开 林杰更是借此在证明姐妹之间有多好 依下无语笑道好好好 林杰谢谢你邀请我和依下来参加茶话会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和她聊过天了 小时候我和她的关系其实很好 内战爆发后 我们攻势繁忙 已经渐渐输远很久了 说起来你可能觉得好笑 我觉得刚跟她斗嘴真的很有意思 这看起来很好啊 我也乐在其中 况且林杰也知道她俩关系不算好 原著中更是因为林可的存在 两人走向水火不容的地 而现在赫尔是我们 这三角关系早已烟消云散 既然如此 赫尔殿下要不要报道我一下 发落小猪就把自己脸凑上去 小白太深情一吻 狗粮暴雨满天飞 亲王赫尔满脸害羞 这样行了吗 林杰刚想调戏一下 谁知一阵心悸袭来 煞事就连喘气都好像是奢侈的事情 赫尔见状赶忙上前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不应该啊 这才多久啊 这真的要走了吗 就在这时 林杰放松听我说 有我在不怕 别绷紧身体调整呼吸 更是清楚进自己怀中 就这样赫尔硬生生 用安全感拉回了林杰 片刻后终于稳住了心神 是因为亲密接触 让你不舒服的吗 林杰听伦作为小猪顿事好了大半 怎么会因为这个你别乱想 心里怒道 亲个脸就会这样的还得 我不得出家去啊 但身体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赶紧去皇宫密泊 两久后终是鼓起勇气 可能有点唐突 但我真的想尽快完婚 我不需要什么奢侈的婚姻 只要双方家人再走 赫尔听文没有当即回答 是我太任性了对吗 这才几天就要和他结婚 谁曾想小白菜说话了 好就按你说的办 你看见自己姐姐和自己前男友有说有笑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秘密也从而逐渐展开 就刚刚小猪和小白菜谈论完婚姻大事 准备上街逛逛顺道去药店看看 身体真的不要紧吗 要不我们回去休息聊天 没事了 毕竟美颜当前可治百病 赫尔听完耐不住笑出声 我真好奇这些话你在哪里学来的 不得不承认这么直接肤浅的话语挺甜的 两人有说有笑时却看到了熟悉的人 远处林可正和一个英俊男子有说有笑 而这个男子就是和真凌杰曾经交往过的人 他就是汉德森 而真凌杰与其分手原因就因为他是个花心大萝卜 当质问他是不是劈腿时 汉德森却说了句 不会是他跟你说了什么吧 林洁到现在都不知道汉德森说的他是谁 只觉得不应该去理会一个渣男 但现在看到林可与其有说有笑的灿烂笑容 他并不觉得生气 反而是产生了浓厚的羡慕 虽然他知道林可心脏不好 但外表看起来完全就是正常人 不像自己动不动就要吓家人一跳 就连和赫尔亲密玩笑也会复发 就连走多几步都会喘气 忽然一阵剧烈不适感强烈冲击而来 一种陌生且冰冷的感觉 仿佛一切脱离了他所认知的人生轨道 好在一声温柔的叫唤 唤醒了沉静于脱离感的他 还好吗 我们先回去吧 他不想扫兴 也不想赫尔过于担心 强撑着说没事我们去药房看看吧 当他不在乎的走在前 却没观察到赫尔不知如何应答的表情 或许他知道他在乎 所以没说吧 来到药店 林杰看到各种精致药品有点兴奋 这红色药水有什么功效 那是提升精力的特效药 林杰听闻觉得对自己有大用刚准备说买 店长却说这也是你一直从小点买的药啊 你说我吗 我还以为这段时间都是林可小姐来代买 今天你们两姐妹没商量好吗 也就是说这种药一直都是我自己来买 最近换成林可来代买了对吗 店长顿时汗颜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你说的对 顿时陷入短暂的沉默 赫尔在旁默默看着 不宜会顿时调皮到 今天我带帅哥来的是要保密哦 店长嬉笑到没问题 可赫尔再也忍不住 你不觉得奇怪吗 林杰不可否认 的确有点 不过也可能因为我身体不好 才替我跑腿了 你就不觉得他有什么秘密瞒着你吗 或者说某些事对你说了谎 或许我不该这样说 但你凭什么断定他不会说谎 林杰本想回答 因为我很了解 他的话到嘴边却止住了 因为他知道脱离感和来了 他对林可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原著 但穿到这里后 已经成了另一个故事 林杰我不是在诋毁林可小姐 也无意理解你们姐妹情分 但有时候信任一个人 也可能迎来的是背叛 在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说着说着赫尔又怕被误会 我只是想表达你至少可以信任我 看着赫尔真诚地表达 林杰从心里觉得 或许能让我完全信任的人 也只有赫尔 我当然信任你 而且我会一直相信下去 不过这是在求婚吗 赫尔木讷道这不好是求婚吧 场合不适合 还有我并没有准备 我没有医 话音未落 林杰已经抱紧赫尔 不需要总向医下殿下学这些 我觉得不加修士的表白最有魅力了 而另一边医下看着堆积如山的工作 心里却放不下林杰的事 之前明明见过 甚至大胆地在我面前自我介绍 当时林杰的神情 依下并没有忘记 明明是对自己有意思的表现 而近期的林杰却天地之别 就好像在这之前完全没见过面 但为什么他一直表现得刚认识我不久呢 这种感觉从父皇邀请他来用餐就有 而这次茶话会 反倒是林可小姐表现得对我有意思 这种交错感越发浓重 他们两姐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尽快和他结婚 短暂相处的两人 心里却已经决定要一辈子 家人听闻都十分开心 皇帝更是觉得赫尔想法没错 我也觉得要在林杰小姐改变主意前 尽快完婚 我想父皇你误会了 林杰小姐不会改变心意的 毕竟我是他心头小尖尖上的人 谁知皇帝皇后却一脸不敢自信 就一下比较淡定 赫尔也把这个喜讯告知麾下骑士团 毕竟占有情深 都跟亲兄弟一样 喜讯说着说着 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谁曾想属下们听闻却一脸惊恐 就在赫尔一心想着怎么安排婚礼 怎么安排兄弟们的服装时 他们却在议论纷纷纷举手有话要说 这么短时间我觉得他一定有目的 不料属下们愈演愈烈 脑洞大开根本没有把赫尔的解释听进去 当别人在你深陷爱情时质疑你的感情 当然会有目的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质疑他 告诉我林杰 下一秒其中一名下属正准备 以理所当然的隐气说什么 还好被兄弟们迅速制止 带头的杰克只好上前说着 殿下您也知道您的传言 让个家千金都不想嫁 一个杀戮爱好战争的形象 让他们纷纷不敢靠近 这么短时间您就要跟那位小姐结婚 所以这些赫尔怎么会不知道 谣言这种东西他本不想一会 格特 你也这么认为的吗 我至少知道殿下其实是个非常温柔的人 赫尔听闻沉默了 也就是说就连格特也默认了这些想法 虽然其中有不愉快 但婚礼筹备的十分顺利 林杰也过上了穿书以来最累的日子 单单是穿婚纱礼服就没挺过 对于身体微弱的他真的招架不住 而姐妹之间 明面上依然像往常一样 姐姐快点和一下殿下结婚 到时候在皇宫里一起玩就好了 姐姐我觉得他们都好幸福 林杰一时说出了一句心理话 林可听闻却停顿了片刻 伸手握住林杰的手 你也幸福啊 你可是新娘子 我也很幸福 但我忍不住羡慕其他人 身体健康 做自己想做的事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能自己选择 想去哪都可以去 茶话会 逛街 看一天的书 而我多走两步都会累 这一切对比下来 我觉得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都不觉得奇怪 这个世界就算没有我 一样不会改变什么 林可忽然笃定到你不会死的 就算那天真的来临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林杰听着也只是轻轻回应 心里轻声道谢谢你姐姐 希望你的这些话都是出自真心的 很快来到婚礼当天 两人迫不及待地要见对方 你今天好美 殿下您是不是遇到了不开心的事 赫尔一正 你怎么知道的 林杰八步的大吼 当然了 你英俊的脸上都失去光彩了 赫尔没想到自己的情绪这么容易被看出来 只好说出了其中缘由 也就是说您的家人和骑士团的团员们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你 其实我大致明白他们的顾虑 但我没想因为这些他们会对你产生质疑 我只是想我们能得到大家真心的祝福 放心吧 我们会得到他们真心祝福 我有办法哦 要不要听 人生的婚礼现场 林杰的父亲早已哭成了泪人 皇帝皇后正笑得合不拢嘴 但也有与众不同的赫尔骑士团 每个人似乎都不看好这道婚姻 质疑的眼神 让刚出场的林杰感觉像是就要被生吞活泼 即使现在的他身体不适 是前所未有的虚弱状态 好在他现在并不是一个人了 在赫尔的关切询问下 林杰还是强撑着 或许是不想让其失望 也不想让自己失望 神父事实开场 赫尔皇子和林杰宫女的神圣婚礼即将开始 这时林杰却依然居然鼓起勇气说出了一番话 婚礼正式开始之前 我有话想跟大家说 依大家所见 我和赫尔殿下的婚礼举拜实在很仓促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到来 大家都知道 我和赫尔殿下相识的时间其实很短 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我们是真心真意对待彼此的 之所以说这番话 是因为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赫尔殿下和我们婚礼的传闻 所以我觉得我不必演示些什么 无论在别人看来他是多么好战冷血 但我相信只要真心与赫尔殿下相处的人 都会看到他的真实一面 他可能不善于交际 但他的真诚信念 他的身世用心就像太阳一样耀眼 让我沉迷 殿下不仅英俊潇洒 就连内在也毫不逊色于外在 这一番话让不少人为林杰鼓掌 最开心的莫过于赫尔 在众人面前 轻声温柔喊了林杰的名字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两人用一个深情的吻 让一切谣言消失殆尽 一吻之后 林杰煞事心脏狂跳 就好像被饿住了咽喉难以呼吸 赫尔总是那么及时 将林杰拥入自己怀中 谢谢你林杰 接下来交给我吧 道歉各位 今天的环节可能多了些 林杰说的没错 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结婚的 所以希望各位来宾 能够真心祝福我们 我希望今天的林杰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再腻歪下去 我都要蛀牙了 话落 全场都反应了过来 就连赫尔奇事团也一改之前的态度 甚至觉得林杰太苦了 就这样婚礼正式开始 两位新人带着幸福笑容 正式地走入婚礼殿堂 婚礼仪式过后 一下找到了赫尔奇事团 就好像护弟妹心切般 询问起赫尔奇事团为何变脸变得这么快 弄得他们尴尬不已 这这件事您就忘了吧 刚才可能是我们误会了 毕竟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女人 这样形容自己的团长 所以刚才鼓掌 我卯足了劲呢 一下心里呵呵 这就是武夫吧 两人谈笑间 一下看到一个身影后 就好像一切都不好了 参见陛下 赫尔殿下如今大婚 陛下也可以少操心一件事了 看着豪金斯侯爵家家主米勒微笑的嘴脸 一下脸色有点难耳 米勒可以说是现在皇室数一数二的重臣 一下殿下 好久不见 是阿米勒侯爵 赫尔殿下先结了婚 您一定很伤心吧 弟弟结婚是喜事 我为什么要伤心呢 因为这样一来 赫尔殿下离皇太子之位就更进一步了呀 虽这不是硬性条件 但我希望一下殿下不要灰心 一下被其莫名其妙的话语勾起了回忆 母亲在去世前对他嘱托的最后一句话 一下 你一定要成为皇帝 别绕圈子了 你到底想说些什么